Hello,大家好,我是INIU,今天来代表的演讲教伟俊 对,叫我阿俊就可以了 那也很开心,今天有104U可以给我们这个机会 可以让我今天在台上可以发表给大家知道说 我们这个软体的整个简单的流程跟操作 对,那麻烦,待会儿摄影师帮我拍手一点,谢谢 那一开始的话,先让大家了解一下就是我们的主要的形象跟Logo 它其实就是一个高声呐喊的大头猴,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到 对,那为什么要叫INIU呢? 其实它的学名就叫INIU,我需要你的帮忙跟协助 对,那大家在生活当中应该有遇过一些小问题 是需要陌生人帮你一起解决的 那可是通常我啦,是我,我自己都不敢跟大家跟陌生人开口说 我可能这个问题需要你可以帮我一起协助 所以于是我们就想了这个平台 那可以透过这个平台,可以达到陌生人的帮忙跟协助 对,好,那简单来说的话 要,大家看到这个Logo就是看到钥匙不见了嘛 那这钥匙,关于钥匙不见,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 为什么会有INIU的诞生呢? 就是有一天,因为我是在高雄自行开餐厅的 对,然后有一天凌晨4点多开完会的时候回家 发现我钥匙没有带 对,当下,因为我们家住台南 当下,我只能开车回台南 但是我还有另外一个想法就是 我想要开车直接冲撞去我们家里面 因为很累 然后,其实另外一个想法就是希望 在半夜的时候可以看附近有没有人可以帮我把这个门打开的 对,于是我开车回去的时候就想想想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做一个平台可以帮助附近的陌生人这样子 那当然发生一些紧急状况啊 你也可以透过这个软体,以及手机免电的 那还有一些问题,你可以在上面这个软体得到你要的答案或解释 那以及如果今天刚好去到外地的时候迷路了,找不到路的时候 也是可以透过我们这个软体 那还有或者是大学生今天想要打个临时工 想要赚点零用钱的话 我们这个软体也可以提供给你 那再来就是车子被拖等等之类的 食衣住行育乐 其实我们这个软体上面都可以做应用 那 不好意思 那这个软体的过程当中 因为我不好意思讲 所以我直接请我们的大头宝宝 为大家展示一下 好,那我们到软体的第一页登录的时候 我们是砍Facebook 那它有一个好处就是 我们会希望今天Facebook都是以真名 然后它是以砍你Facebook的大头贴 所以我们希望说 你今天我们接按或发按的时候 可以是真名 以及真人的方式去呈现 那在第一页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有个接按页的列表 那它下面有个大头娃娃 当你按下的时候 它会出现这个画面 就是我们的发按页 那第一个就是可以让你填写地址或地标 比如说今天我到台北车站 那你就可以详细的填写你们在哪里 对,然后再来就是提供你的需求 例如说我今天的需求很简单 我可能今天到台北车站 那我很迷路了 那我想要随便问一个路人家 那不好意思,我举例比较差一点 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到某个特定的地方 那我不想要花那么多钱 我需要人家一起跟我共乘的话 我可以借用这个软体 那接下来就是酬劳的栏位 它回馈的栏位其实是空白的 可以自行填写 不一定是金钱没有关系 对,所以可能你今天帮我完成我的案件的时候 我可以假设鼓掌十分钟 我就在那边鼓掌十分钟 那希望你可以帮我完成我的案件 那当然如果我可以接受 你补掌十分钟的话 我就可以去接受你的案件 对,接下来就是谋合的时间 就是你希望你在这边等待的时间要多久 对,那好 那你设定完时间之后按送出 那接下来的案件就会跑到第一页 那当我是如果是接案者的话 我就可以看到 今天他的需求 酬劳跟他等待的时间 那按照我 我可以到达时间的 我评估完之后 我觉得我可以在十分钟之内到达 那当我设定完的时候我就可以出发 那这时候阿俊就会出现了 那阿俊就是那个接案者 接案者就会出现了 那发案者的时候就可以看说 他Facebook的照片是长这样 那他的名字就是叫王伟俊 那这时候你可以决定 你要接受或者是拒绝掉他 当然你也可以把它拒绝掉 拒绝掉他就是一样会跳上一页 阿俊又接了 看来他那么有诚意的面上 你就接受吧 那接受的时候 这时候双方都会有GPS 就是你可以看到阿俊人在哪里 那阿俊相对可以看到你人在哪里 那我们GPS会导航直接到你的目的地 那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有 譬如说我有一些事件 譬如你过来是不是可以 顺便帮我带一个饮料 那我可以透过对讲机的部分 去给你要求 那当然我或许我也找不到你人到底在哪里 所以我可以透过对讲机的过程当中 让我更了解说你的目的地到哪里 然后到按键磨合的时候 我们就是双方用QR扣码的方式去做一个磨合完成 那完成的话我们就会跳出 一个显示就是你们是我们软体地级 会让世界更美好的人 因为我们希望达到一个互相互助的一个平台 那最后有发现是否将阿俊加入到好友呢 如果你今天按拒绝的话 那对方相对也不会有你的好友列表 那如果今天接受的话呢 我们系统下次你在发案的时候 发案的时候就会有第一次的推播 就是好朋友会先推播 所以有曾经接过你的案子 或者是他你曾经发案他也接受了 案子的话我们都会有跳出这个视窗 那如果你接受的话 将来你在发案的时候 他会优先先收到 那我们希望说信任感可以一直陆陆续续的增加 好那我们每日发案的次数也有限制 我们每日发案的次数是五次 那当五次如果发完的时候该怎么办呢 我们就可以付费 对那也不需要付费也没关系 因为你可以等待我们十二四个钟头之后 他的五次就会再次的补满了 那我们的等 因为我们的软体里面内建有一个成就 那当你完成成就的时候 他的等级跟他的评价会拉高 那一旦拉高的时候 他的发案次数就会越来越多次 所以不需要花到任何费用没关系 接下来的话 如果我是商家的话 应该说如果今天我要办一个比较多人的聚会 那我可以选择我的案子让很多人来接 因为以上我刚刚介绍的案子都是一对一 就是今天我发个案 那如果有人来接案的话 我们就是会磨合掉 他案子就会不见 那我可以要求就是我待会我要夜跑 那我可以邀请很多人来接 其实我们还有另外一个登录方式是可以的 那在选择时间的时候 他这里就会有选择三天、七天、十五天 那如果假设你发案的话 你的案子就可以被一对多的接受 那并且我们会进行周遭的强制推波 那如果有人来接受 如果假设接案子来接受的话 这案子是不会消失的 他会停留三天 那依照你选择的方式会停留他的天数 那我们实际上看到 接下来这个画面就是 假设我今天是接案的人的话 我点选阿俊起来看 然后看完他的需求 我认为我可以接受 那选择完时间按下 就是等待阿俊的接受 那如果接受的话 刚刚一样会我们接案者的画面 一样会跳到这一页 就是有Google Map和对讲机的功能 那这时候会有一个 这时候会有一个QR控码的扫描 可以进行 我们直接可以 直接可以进行谋合的动作 那最后就是我们会希望 双方可以给予双方的评价 那给予评价 当然评价如果分数越高的话 他下次在发案跟接案的过程当中 他就比较容易被人家接受 那如果评价不好的话 相对的你在发案跟接案的时候 你的效果就会比较差一点 好 那给予评价完之后 我们最后还是会跳到这个画面 那有没有办法说 诶这个案子 我看起来觉得怪怪的 我可以把它加到黑名单吗 可以 你只要把它往右移的话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LessTree 把它关进去里面 所以当关进去里面的时候 它未来在发案的时候 你的画面是不会显示的 那你也可以把它放出来 如果觉得说我当初只是误案 那你当然可以把它关出来 那最后其实想要跟大家说明一下 就是做一个APP 我们应该说是非常容易的 那我们会希望说我们的APP 让很多人可以下载 对 当然 每个APP应该都是会这样希望 那我会回头介绍一下我们的团队 那其实我们前身是一间整合行销顾问公司 对 专门在帮人家做市场调查 然后 未来趋势以及加入管道 这样类似的东西 那我们在高雄是有自己的餐厅 对 那从它的装潢规划行程 也都是我们之前的公司一手包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INIU它可以导入我们的一些行销光源 让这个软体更容易曝光在大家的面前 这样子 对那最后还是希望说 INIU 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 我们INIU 为什么 它的全名是什么 I knew I knew 好答对了 好谢谢 那我们后续还有准备两三份礼物 希望待会如果可以直接赞助我们的人 我们就直接送出价值500块的礼物 对因为我们礼物嘛 礼物就是神秘小礼物 神秘小礼物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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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